嘉义县泰宝市春朱里今天清晨发生74岁务农黄姓阿公 一掐死童年生病的公姓阿妈在拿镰刀自杀身亡 老夫妇装亡不幸家人无法接受 水上警分局大批远警封锁现场财政件事房间并无达到凌乱七象 警方研判并非遭人破坏门窗闯入行凶 报检察官江燕侦办 警方调查住春朱里家东小的74岁黄姓阿公 于同年纪公姓妻子结婚54年 夫妻恩爱种水稻养育两名儿子成家 与小儿子共同生活住农田旁移动透天错 家庭美满多年前阿妈脊椎开刀 术后不良于行必须靠住行器几轮椅代步 由黄姓阿公照料但黄姓阿公脑部也开过刀 警方研判黄姓阿公不堪长期照顾妻子身心苦痛 一脑部开过刀头痛发作掐死阿妈在拿镰刀自杀身亡 今天清晨儿子到父母卧房发现父母躺床上死亡 吓得赶紧报警远景封锁现场 财政见识发现阿妈脖子有肋痕 疑遭丈夫掐死黄姓阿公在拿镰刀自杀 现场有血迹夫妇未留遗书也未发现农药空瓶 黄姓阿公儿子说父母生前恩爱 母亲虽因脊椎开刀不良于行 但还能行动未听闻父母喊病痛 受不了也未曾听到父母透露不想活 平日父亲照料母亲没有自杀的理由 应该不会想不开 他无法接受父母双亡 希望捡警察明真相 是否遭百徒入侵行凶杀害 春竹里长世秀源说黄姓阿公夫妇恩爱 家庭幸福美满 生活不是低调 一生务农养活全家人 儿子接棒务农 阿妈虽行动不便 却开朗乐观 黄姓阿公还晚日参与模范父亲表扬 夫妻没有自杀理由 自杀不能解决难题 求助才是最好的路 求助请打1995 要救救我 嘉义县泰宝市春竹里 今天清晨发生74岁 务农黄姓阿公 一掐死生命童年阿妈 在拿镰刀自杀身亡不幸 水上警分局大批远警 封锁现场财政见识 记者卢有名摄影 分享嘉义县泰宝市春竹里 今天清晨发生74岁 务农黄姓阿公 一掐死生命童年阿妈 在拿镰刀自杀身亡不幸 水上警分局大批远警 封锁现场财政见识 记者卢有名摄影 分享 嘉义县泰宝市春竹里 今天清晨发生74岁 务农黄姓阿公 一掐死生命童年阿妈 在拿镰刀自杀身亡不幸 水上警分局大批远警 封锁现场财政见识 记者卢有名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